这宗新闻,看见也不太开心 11岁被人捉了 在上次苏洞的情况,参与的人小到11岁 很明显,他不知自己想做了什么 所以这次警察的行动,他不停在掃 警察不停在捉人,因为他有很多记录 人们拍片,拍摄,他自己有门路电视 所以不停在捉 这件事是为什么要捉这11岁的小孩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 因为这位小孩卷入了这么大规模的动乱 事发地点在英国的Middlesburg 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一个大的城市 但也不可以说是很繁华,像伦敦那样大 不太热闹 但刚好在那里搞了一个混乱 在背后隐藏了很多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他自己说去做 是因为他可能被人煽动 也可能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看 社交媒体上说人去,他又去 有条片之前也说了,例如Telegram 有时候上去看,没有人管得到的,政府不能够 他看了,人去他又去,人去他又去,人去打他又去 所以出了手 所以在8月4日的早上 当大家还有份人教的时候 在Claverland那里 警方已经是四维大规模的行动 去捉人了 因为是捉一些他们已经有记录的参与的份子 已经是犯罪份子 而是针对这班有参与的人 而这班人的年龄是由11岁开始 去到43岁 所以你真的没有听错,是11至43 你又发现五、六十岁的不出来 去到43岁 整件事就知道很多人参与 但11岁是最小 现在是怎样呢 警方逐个会捉回大警署 然后会捉回参与这件事 地点就是哈图埔 哈图埔这个地点 上次搞事那些人 总数是多少呢? 有110个已经捉了 警方说现在110个是疑犯 还会包括一些 逃走的 不奇怪,有什么事还不走 捉了百多个,个个参与一定走 就算站在那里看 你哈一哈部车的都要走 现在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个偵辑督策 DCi Sara 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 我们一定会捉到你 所以有时我们在英国 如果有什么骚动 有什么事 真的不要走那么近 有时真的不关你事 可能人家一群人走过来 推到你 然后撞在一起 然后被人拍到 然后变成了你有份参与 然后搞到你 现在是大规模去搜索 他们的 所以这件事 他们说是捉到底 很明显地说 他说有了所有证据 现在这群人将会全部送上法庭 这件事的起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在Southport的stabbing 意思是有人被插死 其实 Accused of murdering these three girls Alice, Beebe and Elsie and also trying to murder 10 other people including eight children The suspect can now be named as Axel Rudakabana This is him when he was younger in his school uniform Today in court we barely saw his face as he sat in the dot 近期插死的事件非常之多 你有看伦敦 伦敦那里有个巡回表演 大家发妆那些 也有发生 被人拿刀筒的情况 也有发生 所以留意在公众的地方 太多的可能会 随时会有这些骚动会发生 那件事就是Southport stabbing引起的 之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 示威 甚至是暴力 这个早三星期前 大家都知道 不妨不想想 这位11岁的小朋友 在这里卷入了这件事 你觉得 是不是他自己去选 很明显 我就觉得不是 还是说背后 我们说的心不可测的势力 其实是否有人 推这帮人出来 煽动这帮人出来 和政治是有关系的 很多事真的不知道 不要以为英国没有政治 我觉得 这个 这个政策 督策 他说得很对 他就有说 他说 每一个罪案的背后 其实都有个受害者 同一时间 都有加害者 所以这件事 不要打算出手打人 有些叫加害者 被人打的叫受害者 其实背后 还有一些 不出手的 其实都是加害者 所以 根本的 线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这样说 他可能看了一些Apps 知道有些事情发生 大家一起去 帮忙 我们要人 接着他们就出去 根本他都不知道 背后发生什么事 但他可能出了手 这就是这么大的问题 所以听起来 真的令人心寒 他始终都是11岁 实在太小了 无论这位11岁的小朋友 究竟他是受害者 现在被人拘捕 变受害者 还是他是加害者 因为他伤害其他人 怎样都好 始终他因为实在太小了 我觉得11岁 其实这件事 他的学习将会很大 直至上星期 在英国不同地方 骚亂的人 持续了 超过一星期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王家检测署 表示了 总共有520个人 520个人 是因为这场骚动 被控告的 控告得你 通常都有记录 有资料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小镇 都在这场骚动里面影响 形成了一种 无形的恐慌 影响整个英国 还有这个骚动 不要以为在英国 这些很先进 很发达的国家 就不会发生 其实这种骚动 是根本全世界都有 法国也会发生 英国也会发生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 很发达的城市 和国家 所有的人民 也不是说 我们拿着石子 打猎 还要托水回家 不是这些 我们已经 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 尤其是一些手机apps 例如Telegram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 你有时看到一些 可能是 外面是禁的东西 网站是不会给出的东西 YouTube 不给出的东西 而在Telegram上 是可以在上面发放 上面还要 很准时 是可以大家 喂 我现在八点钟 大家见面 然后几点就在哪里 上面实在太快 讯息走得 还有很多东西 你的end to end的encryption 就算在中间 连政府都 掌握不了里面的 内容 或者对话 已经安全到这样 所以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 如果有小朋友 他们本身来到英国 这些地方 始终 我们都不太熟悉 尤其是有这样的 暴乱情况 小心他们被人利用 我们也留意 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尽量保持着 我们的 BNO 5加1 希望我们个个顺利 可以在第5年申请永久居民 然后第6年申请BC 记得订阅我的影片 继续有新的新闻片一上 会即时通知你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